对不对 很多人都爱吃菠萝 但是大家都觉得菠萝的皮太难去 是这么个问题 大清哥这事说的很实在 菠萝这皮确实很难削 但是它这皮有很多妙用 那不是垃圾呀 一个字儿 省 对 大家这样的小妙招大家肯定都喜欢 对 比如说大清哥 首先喜欢养花的人 那个菠萝皮削下来之后别急着愣 干嘛呢 把它做成菠萝酵素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花肥 那我就养花 用它来做花肥 酵素是改善土壤最好的材料之一 环保无污染 各种绿植都喜欢 那怎么做呢 就把这个菠萝皮切小块 把水 菠萝皮再加点白糖 按比例混合在一起 什么比例呢 10比3比1 多点少点 不要紧 然后一定要在一个玻璃的密闭容器 放下来 金属就给腐蚀了 大概欧两周左右 波罗浇素就成 你拿它浇花浇草 长势起人 但是有一个温馨提示 就这个东西它需要长期浸泡发酵 所以定期得打开盖 放放气 不然那气越炸大 它有炸瓶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提关老师 不止这一招吧 那当然了 哪能就这一招 对不对 剥了瓶子 没有用的是 比如那锅 锅用久了 锅底是不是有一层勾 对吧 估计大金哥 您在家应该不能动豆瓣 就是 长期做饭 都做饭 那您不能擦锅吗 对的 擦锅是个很麻烦的活 而是耽误时间 一般的男性都不爱干这种特别细的活 但是如果说梦独家说你在家里擦锅 很讨厌这个事 怎么办呢 用菠萝皮 它能够去这个灰垢 效果特别好 把菠萝皮这个就得带点肉 带肉那面 就带点果肉那面 在这个锅底啊 带这个黑灰那部分 使劲擦 去污渍特别快 如果这个污渍特别严重 那就加点洗洁精 效果也挺好 另外您知道吗 菠萝啊 会叫做天然嫩肉粉 为啥就做菠萝古老肉啊 它那个菠萝汁里边吧 有菠萝蛋白酶 它可以综合肉类的油脂 让这个肉类啊 更加鲜嫩美味 有这样的作用 哎呀 铁风老师这方法 真是太有圣伙了 而且还做到什么 零浪费 是吧 特别好 但是咱们能再解决几个问题 就更好了 没事你说吧 我们节目里啊 有一位朋友啊 叫这个平安喜乐 他说了 说家里孩子啊 便秘有段时间了 然后在网上呢 买的那个通便茶给孩子喝 但是他说刚才看了眼这包装啊 那就是一三无产品呢 不管让孩子喝了 就问铁风老师 有没有解决这问题啊 代茶也特别多 刚才我说菠萝酵素 其实菠萝酵素就可以环节便秘 当然这个就不能用菠萝皮了 这得用菠萝的果肉做酵素 还有呢 荷叶一人茶 弄点这个玉米 玉米须的 弄点干荷叶 这在药房都能买到啊 还有一人 有这么大一堆就可以 两瓶盖那么多 三克五克就可以啊 水呢 咱就按一斤算 就这矿泉水瓶子 一瓶子 拿这些水 煮这些东西 煮开了之后 稍稍给它晾凉一点 就可以喝 到能饮用的温度就可以了 做法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说的原理啊 这个玉米须的呢 它利尿 它能够增加这个 这个绿化物的排出量 干荷叶呢 清热解暑 利尿通便 而且能生发青阳 特别提示大家 如果你用的 不是药房买来的玉米须 就跟菜场买的那个玉米 取那个新鲜须的 你最好先拿冷水 泡它十分钟 然后再用 这样能干净点